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期视频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免费开通虚拟卡 那今天这期视频当中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 Hypercard加的一张美国的虚拟卡 那首先这张卡片的办理跟申请都是完全免费的 只要是任何支持Visa卡消费的地方 你都可以去使用 同时它也是支持数字货币的充值 和信用卡的充值 但是它这个信用卡有点要注意 就是说必须要是海外的信用卡 内地信用卡暂时是充值不了的 那如果你信用卡暂时没办法充值 你可以去使用数字货币的充值 可能会更便捷一点 还就是说申请是不限国家跟地区的 那这个虚拟卡还有的一大特点就是 无需KYC认证 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有一些虚拟卡片的申请 它是比较复杂 比如说你需要去提交一些像护照之类的 这种个人身份证明你才可以去使用 这张虚拟卡片的办理是不需要KYC认证的 就是申请的过程会比较简单 那除此外呢 他们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实体卡 虚拟卡虚拟信用卡 那今天我们其实主要介绍就是最后一张 就是这张Visa的美国虚拟卡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对于它的充值手续费呢 是2.5% 然后年费是零 消费手续费是1% 最低也就是0.2美金 然后每日最高的消费限额是5万美金 然后每笔最高限额是1万美金 它充值呢也是立刻到账的 那可能很多用户会觉得说那这种虚拟卡有什么用 这种虚拟卡可以用来干什么 那比如说你可以去绑定一些平台来消费 跨境平台像eBay啊 苏百通这些平台来进行消费 那当然有一些平台比如说你想去使用啊 那它可能会需要你去绑定一个卡片来进行认证 那除此以外 可能其他的很多平台其实都可以去使用 这里边可能我之前有收到过很多用户的私信 就是说他可能暂时是办不了信用卡 因为可能你还是在校生 你暂时还办不了这种真实的信用卡 你可以尝试去使用这些虚拟卡片 因为我们知道信用卡有时候它的申请是比较复杂的 那这种虚拟卡片呢 其实不管是申请还是使用还是比较辩解的 那下面的时间呢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如何去申请使用这张卡片 那首先呢有一点要值得注意的 就如果你是使用苹果的手机来进行下载呢 就是你需要使用一个美区的iCode账户 你需要使用一个美区的苹果账户 才可以去搜索到它这个hyperpay 那我现在呢就直接搜索下载下来 那到达这个up之后呢 其实它是当你在注册的时候 它是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托管帐 托管钱包 一种是web3钱包 那其实这两个你是可以随便切换的 那我直接就选择这个托管钱包 然后现在这个隐私策略选择同意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我就已经来到了他这个托管钱包 然后我现在因为我现在直接就已经进入到他这个up里边 我还没有一个账户 所以我现在需要去注册一个账户 那注册这个托管账户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使用手机注册 一种是使用邮箱注册 你都可以 你都根据你自己需求去选择 那我在这里呢 就使用手机来进行注册 然后创建一个登录密码 如果你后面肯定需要登录你的账户嘛 然后我直接就点击注册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交易密码的设置 就创建一个六位数的交易密码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来到了他这个页面 其实到我到现在为止呢 就已经创建了一个账户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去申请一张我刚刚说的 他这张Vista的美国虚拟卡 那我们来到他这个hypercard 就是申请页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币种是美元 然后卡片的类型是虚拟卡 名称是美元虚拟卡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提供一下你的姓名 然后提供一下你的电话跟邮箱 然后后面你需要去接收一些验证码 然后现在输入一些我的基本信息 然后直接点击下一步 他有一个邮箱验证码 就是他会给你的邮箱发一个验证码 稍等几分钟 然后你输入你的邮箱验证码之后呢 你就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会看到他这上面显示的是申请中 然后他这个申请时间呢 一般就是系统系统自动申请 肯定是24个小 24小时之内肯定可以申请下来 你可以稍等一会 那我下面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如何给你的这个虚拟卡充值 你先要把钱充值到你的货币账户当中去 然后再由货币账户充值到你的这个虚拟卡之后 你就可以去使用了 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就是如何你第一步就是先要把这个 钱充值到货币账户里面 那我就直接点击他这个一键买币这个页面 然后你会看到顶部 他有一个信用卡买币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直接点击这个信用卡买币 然后我点击进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他这个顶端 你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方式来买币了 然后他这个顶部呢 其实他是有很多的这个币种选择的 有BTC,USDT,然后其他货币 我就选择这个使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USDT货币 然后我直接点击支付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支付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你确认订单 然后你就可以去付款 然后他这个里面是需要使用国际信用卡来进行付款的 然后我现在直接就确认订单 然后确认好之后 下面呢就是你输入你的个人基本信息 就是信用卡号,CVV号码,然后姓名 然后你就直接就完成支付了 然后到这一步呢 其实当你支付完成之后 就是说其实你的钱款就已经到达了你的账户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需要把这个钱充值到我的这个虚拟卡里面 那下面我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就是如何 我如何把我充值到账户里面的钱充值到我的这个虚拟卡里面 对 然后这个里面呢它其实会有一个如果你是新账户 它有一个5000USDT的一个赠送体验金 你可以去领取一下 然后下面呢我就来到了它这个虚拟卡片的部分 然后我就直接点击右侧的这个充值 就是说我要给我这个虚拟卡来充值 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输入你想充值的这个金额 多少美金 比如说我先我就给它充值一个10美金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确认充值 然后你需要去输入一个交易密码 然后到这里呢 其实你就已经把你这个钱包里的钱充值到了你的虚拟卡 你刚刚已经充值完成之后呢 大约需要等待几分钟 它因为它也是立刻到账 你可以刷新一下 就是等待一下它是立刻到账 你会看到它这个总资产里面的金额已经变少了 就是说它这个钱已经到这个虚拟卡里面去了 你等待几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你会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个虚拟卡里面的余额 那当然除此外呢 它这个里面还有很多有兴趣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它这个投资理财 然后下面我再刷新一下 你会看到它这个数值就已经出来了 就是说我其实已经把钱充值到了我这个 Hypercard的这张美元虚拟卡里面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去使用了 那其实刚刚的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了一下 如何去注册 如何去给这个账户充值 如何把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充值到这个信用卡里面 那希望我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跟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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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